雷锋四班迎来第十八任班长 时针指向凌晨两点 下市张振远还在辗转反侧 就在前一天 张振远被正式任命为雷锋四班第十八任班长 一切来之不易 张振远先是和五名战友同台竞争 胜出后又经历了半年代理班长的考察 失眠 是因为压力太大 这个班是南疆军区部队响当当的雷锋四班 夜色中 张振远不用睁眼 对宿舍里的布局也一清二楚 九次集体二等宫 33次集体三等宫的荣誉奖牌挂满了墙壁 上级配发的专属荣誉柜站在门的左侧 那面学习雷锋模范班荣誉称号仅其挂在其中 一定要把这份荣誉保持和延续下去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上任第一天 张振远把荣誉柜里那本泛黄的学雷锋日记 又拿出来翻读了一遍 1972年组建之初 该班把学雷锋 当镖兵做模范作为班魂 1979年 从焦东半岛整建制仪房 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四班前辈带上了理发箱 修理箱 节约箱三件传家宝 1988年秋 帮助驻地受伤农民流利民采摘20吨香梨 建成24平方米地窖 1994年下 刚上二年级的维吾尔族姑娘热汉鼓励 失去双亲 四班战士成了他的家人 50年来 一件件一桩桩的时事 使四班在战友和驻地群众中有口皆碑 张震远说 其他班的战友总羡慕雷锋 四班荣誉多 真正了解后就会明白荣誉各个来之不易 上世纪70年代修协 80年代开荒 90年代助学 进入新世纪以后修理家电 这50年 四班学雷锋做好事的方法也跟随时代 脚步不断变化 现在 理发箱修理箱节约箱已经被驻农信息平台 政策宣讲一本通 爱心回收箱所代替 50年来 雷锋四班从坦克班变成装甲步兵班 再变成合成班 在各级军事比武和国际赛事中夺得87个第一 如今 团理军事训练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 同出一条起跑线上的其他班也在努力赶超 雷锋四班想要保持领先不容易 怎么担起荣誉班班长这副重担 怎样在新时代把雷锋精神传承发扬好 这些问题 摆在张震远和雷锋四班战友面前 长期地学雷锋实践已经给出了参考样本 雷锋四班所在的装部一连指导员段伟超说 我相信 这些有活力 有想法 能吃苦的战友 一定会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编冐托 编农